能听到里面有声音 我感觉应该是某一个机械故障 然后导致它这个车完全没劲 然后在这个雪地里 其实它阻力并不是特别大 自己熄火了 然后现在阻力不是特别大 然后在这走 其实因为都是车折 所以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就在你们刚刚看 开头看的这个素材 这个是发生在1月7号的事情 时间过了很长 这段时间其实我有拍素材 但是我觉得出于我对50岭的一个喜爱 其实我并没有想说 因为这事我要去炒作 要去怎么怎么样 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没有 但是从山里面找当地朋友 然后开拖拉机把我的车救出来 然后我又从依春不远千里把那个车送到了长春来维修 那OK当时拆拆完了之后 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 油在油底盒里边 油包吸来的时候它不定往过滤吗 嗯嗯 过滤的也会是几滤器 几滤器它是有个支架 嗯 支架是固定在那个 钢底上面应该是有个如此固定的 它是把那个东西裂开了 打开看一看 打开看一看 但是那个东西为什么会裂裂了呢 它那东西百年不运营的 这个是你包瓦的原因 但是这个舌的原因咱没办法说 是吧 看方说正常这个东西是吗 正常这个东西是固定在这上面 它是固定在 它是固定在 里边上的是吧 我把这个位置 嗯 我给你猜了 嗯嗯 看见了 哦 就是这就是铁铁铛 钢瓢断了 对 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架 有个螺丝 项目上固定的架断了吧 这个东西是插在里边的 插在肌肉泵那个位置 对 肌肉泵 这个是一个肌肉泵 那它断了 所以导致就没有不泵油啊 有不上不去的 就是肌肉泵这样的工作 但是抽不上去油 那这个就是油底壳 没有任何外伤的磕碰 然后它为什么在里面自己会断的呢 不知道 哎呦 这这这事 这这这个质保多长时间 这个是不是也不会 也是三万公里吧 我们也是第一次碰见 看到吗 嗯 这个东西 这是个铁段的 对 对那它是 因为它这个我感觉啊 在里面应该是不受力的 受力 这个是油底壳的最低端 嗯 如果受力油底壳变形 它会直接损坏 对 但是咱这个油底壳 是正常没有任何撞击的 对对 它现在掉了 这个东西已经不在这产下来 几二半晚上抽油抽不上去 也就是说开开 突然这个一不抽油 不泵油了 然后呢 那个涡轮扫了 发动机爆碗了 对 然后找到问题所在之后 我觉得OK 那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然后并且和所谓的 是不是按时保养啊 或者呢 是这车有没有改装啊 等等巴拉巴拉 都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心其实就落地了 我觉得OK 那就走四 走那个质保三包就OK了吗 因为这个东西 就任何一辆车 我没有觉得这车肯定不会坏 但是呢 坏了之后 我觉得走正常的流程 合理的流程 我们去处理就OK了 就在刚刚 厂家给到4S店反馈 4S店呢 把厂家反馈如实告诉我 厂家负责三包部门的反馈是 四个字 自费维修 自费维修 而我的这个问题 需要整个换发动机总成 自费维修 那连上我的拖车费 救援的等等一系列的费用 三万多块钱 那我就觉得 我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五十零 我也一直在用五十零 我们周围几个朋友都开五十零 那最后 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自费维修 OK自费花钱可以 就两万两三万块钱 真的不是出不起这钱 我觉得这不是任何问题 大家知道 就是我赔的钱都赔了很多了 所以这两三万其实 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 在我内心 我觉得一个应该是走三包 非常合理的一个维修的事情 最后 变成了让我自费维修 所以这我接受不了 当时呢 在赛车店的时候 其实 厂家给了一个反馈了 那个反馈是 发动机的质保 这事呢 也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车呢 是三包 我们要满足 两年五万公里 或者三年六万公里 的一个包修 但是 发动机只保两万 有的部件保两万 有的部件保三万 有的部件不保 你们知道吗 发动机里边 如果保两万的这个东西坏了 造成其他的东西损坏的话 你超过两万了 或者四个字 自费维修 其实到现在 我这个都没办法平静 我觉得这东西是我接受不了的 了解我的朋友 你们都知道 就是我的用车习惯 我开这台车 在北京的时候 95%的时间 都是纯放着 然后我 只要我要开它的时候 大部分我就是出去 全国的跑 各地跑 出去旅行 那OK啊 那我出去旅行的路上 你不是五十零 哪个地方 你都有你的4S店 那没有你的4S店 我到时间了 公里数 我都不做保养了吗 那我到了 公里数 我做了保养 然后你就说 我没有在4S店做保养 那这坏了 你自己自费维修 那我觉得这事 就很不合理 我把整个的过程 我都记录下来了 现在呢 已经距离事发的时候 已经过了快 将近一个月 1月7号到现在 1月底 将近三周的时间 我觉得那我现在 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真的有必要 把所有视频素材 我整理出来 告诉大家 在我身上 我经历了什么 那大家来评评理 这东西 这东西 是我过于矫情了 还是厂家 做法欠妥 OK 打印了100% 给大家看 都别满意 都别赚了 这东西 都行 帮不敌 了 还是 优优独播 送开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